中文字幕 李宗盛 马术 我还得跟你比啊 父皇 元辀有匹豪蛮 二郎 你刚才说 自己有天命 什么意思 天命 元吉 我收过吗 元吉 刚才只和你一个人说过话 你知道我说过什么 对吗 我说我替你担心 你说你 有天命 放肆 回复我 我说 生死由命 这个畜生奈何不了我 元吉 我是这么说的吧 你们刚才在干什么 回复我 元吉有匹马没有训过 让我试试 啊 是这样 这样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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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传得也太快了 元吉一直跟我在一起 没有离开过 他跟张婕渝尔语 我看到了 本来只有一个建成 现在又多了个元吉 他们都搅在了一起 五季 在 你马上安排人手 观察齐王府的动静 我已经在东宫 和齐王府安排好自己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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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你进来好像不高兴啊 有什么事儿吗 陛下 算了 阿姨 说说说说 什么事情 陛下 还是不说得好 让你说你就说呀 陛下还记得赐我父亲的那块凉田吗 记得 怎么样 没拿到 为什么 秦王已经赏给淮安王了 没关系 我的是赤 秦王只是教 你父亲有我的赤 两天当然是他的 可是淮安王就是不给 说 秦王的教在前 陛下的赤在后 父皇 要是 父皇 什么事儿 我是你父亲 你是我儿子 我是陛下 你是殿下 我发出的命令是赤 如果你发出命令是什么 回陛下 是轿 轿 那么是赤大呢 还是轿大 当然是赤大 那为什么 朕赐张国杖的良田 就因为有你秦王的轿 他就拿不到手呢 回陛下 华阳王 东征立大功 我把这块良田赐给他 其实已抵不过他的功劳 陛下您知道 不出王世冲 我们就不能拒有中原 你如果觉得 淮安王有很大的功劳 你要赐给他良田 随你赐好了 为什么非要跟张国杖抢 回陛下 儿臣赐给他弟 是因为淮安王 你给我出去 陛下 淮安王确实有大功劳 出去 你不要再跟我提什么淮安王 出去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赤也罢 教也罢 微臣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这个孩子啊 常年在外面领兵争扎 不在我的身边 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教坏了 已经不像是我的孩子了 气话 气话呀 看来真的有问题啊 足有二百负 我回去跟房玄令商量 你跟着 好 我们得去告诉殿下 恐怕是来不及了 叔叔杜盈打算在冰州阻止他们 那我们得小心准备 万一被发现 朝廷会追查的 得有人出面为王府承担责任呢 宾州长使席便是我们自己的人 他会配合杜燕的 最好是他们自己的人上山去向陛下告发 其次是席便上山 但恐怕会引起陛下的怀疑 这倒不怕 席便去告发是克尽职守 毕竟是他们私运盔甲犯法在前 对不起 是 好 波长 我 来喝 喝酒 好 好 来 好 好 还是父皇跳得好啊 来 喝酒 喝酒 来 来 来 喝 来 来 喝 好 来 喝 可是一匹从未驯过的马 让您来试 正就有祸心 诬告您 说 说您有天命 这种话是能够杀头的 东宫的兵力 已经增加到 两千人了 这燕王李毅又从幽州 给东宫送来了三百七兵 东宫的兵力 怎能加了太多 我们得认真防备了 您功劳太大 权威太高 令人生计啊 哈哈哈 好 来 来 哈哈 呀 呀 哈 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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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陛下歇一会儿 来 喝点酒 二郎 你怎么不喝酒啊 父皇不是让我少喝酒啊 像今天这么高兴的时候 可以多喝一点酒的 可惜啊 母亲看不见了 二哥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父皇 我刚才听到二哥说 可惜母亲看不到您现在的样子 父皇 这可是我亲耳听到的 二郎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我亲耳听到你说 可惜母亲见不到父皇现在的样子 元吉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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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出去 父皇 我 滚 百姓 陛下 别生气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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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陛下醒醒 我扶陛下去里面睡吧 好吗 陛下 人哪 都走了 怕打扰陛下休息 我今天可真是庆幸啊 陛下 今天就是秦王扫兴了 哀声叹气的 好像天下发生了多么大的灾难似的 像我这样陪伴在陛下身边的人 在秦王眼里 可能和苏达基也没什么区别 只会霍乱陛下视听 只能耽误国家的大事 不至于吧 他经历了不少的事情 比这个严重的不计其数啊 他何必跟你这么一个女流之辈计较呢 太子人厚孝顺 如果陛下能够把我们托付给他 一定可以保全 我不用托付 太子也会很好地照顾你们的 放心吧 啊 出了什么事 宾州州兵正在来路检查 有别的路吗 有一条小路 走小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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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什么人 执行公物 车上运的是什么 是农具 是太子的轿 打开 你们要把盔甲送到哪里 庆州 送给谁 都督杨文干 谁派你们送的 东宫伟大人和王大人 盔甲一共是多少副 两百副 你们私运盔甲这是犯法 你们知道吗 我们有东宫文书不是私运 大胆 你们知不知道大唐律法 运送盔甲二十副以上 要持有兵部公文 现在是太子监国 太子的守教等同于皇帝之斥 太子监国所监的是庶政 就是朝廷的日常事务 军部大事不在太子监国范围 任何时候军部大事 都有陛下亲统 你们的意思 不是说太子要篡权吧 谋反是大罪呀 这事又牵涉到太子 你们是当然的替罪羊 那可怎么办呢 除非你们便被动为主动 不仅可以不死 说不定还可以立功受赏呢 事情若和东宫连起来 你们都跑不了 但若说是庆州都督 杨文干要亏假 那谋反的就是杨文干了 杨文干谋反不等于东宫谋反 你们告发杨文干 你们告发杨文干 陛下说不定还要奖赏你们哪 说不定还要奖赏你们哪 说不定还要奖赏你们哪 你在这里干什么 有急报成陛下 明天不行吗 急报 等着 是 陛下 陛下 进来 什么事 急报有人要叛逆 什么人 庆州都督杨文干 报群人在哪里 随事传号 传来 是 是 拜见陛下 拜见陛下 你们是 臣为东宫狼将耳朱焕 臣为东宫校尉乔公山 怎么回事 东宫左帅围庭令我们到庆州见杨文干 干什么 送盔甲 送盔甲 多少付 两百付 那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陛下 陛下 私运甲咒 我们知道是违法的 不敢执行 所以 太子 怎么会有盔甲 盔甲是太子平定留黑大后留下的 为交还兵部 好 你们俩就留在任之宫 是 不禁允许 不得离开 是 去吧 赵太子 就说我弃病发作 叫他尽快送些药来 是 立刻戒严仁治宫 没有我的手气 任何人不准出入 传 宇文颖来 是 拜见陛下 任之宫的安全有问题吗 回陛下 如果不是军队谋反 任之宫没有问题 好 将军 现在有人告发 庆州都督扬文干谋逆 你速去把他带来见我 是 记住 不要说有人告发的事 是 去吧 快 在哪儿 公�도毛挟 右楼铁不上 张 Speaker 比如说 怎么样 陛下让殿下送药到任志宫 任志宫哪会缺药呢 分明是怀疑殿下了 给杨文干送盔甲 是做什么用的 不过是平时做些准备 一是庆州经常有 草原十八部前锋到达 另外也准备万一 当然是自卫用的了 虽然是实情 但暗置盔甲 这朝廷统一发放的 这么做又大麻烦了 谋反的罪名 恐怕是变不清了 现在的关键 是杨文干的举动 只要他什么也不做 光是准备盔甲 也算不了什么大错 与谋反是没有干系的 那我现在就派人通知他 不行 陛下已经开始怀疑殿下了 现在与杨文干联系 不管你说什么 那都是不利的证据啊 这事与秦王府有没有关系 现在还不好说 都是臣之罪 用人不当 所以啊 所以啊 告的是杨文干 矛头指的是太子殿下 那我怎么去见陛下 现在去凶多吉少啊 得想想办法 快 想想办法 以臣的想法 这个事情虽然对我们不利 但是也不是不能挽回的 只要杨文干那里什么也没做 这个事情也许还是可以度过的 陛下那里情况究竟如何 如果没有把握 只能伸透挨一刀吗 关键就在陛下 陛下现在的判断非常重要 殿下现在所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在陛下面前指口执心 承认有误啊 毕竟这个东西是和东宫有关的嘛 而且杨文干曾经是殿下的侍卫 只要殿下指口执心 陛下或许会认为 这是殿下的处理失当 只能这样了 否则就会越瞄越黑呀 好 就这么定 驾 快 快 快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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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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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谋反吗 太子 太子 怎么可能 除了我呀 谁都有可能 可太子 太子就是将来的陛下呀 可是 有等不及的太子 不可能 你知道 这仁治宫 它为什么叫仁治啊 我听说 有仁者寿 智者乐的说法 那么 如果仁者智者 二者只能取其一 不能兼得的话 谁应该选择仁者呢 还是智者 我是说 太子 是仁者 这离仁治宫还有多远 六十里 你们留在这里 明天天亮后到达仁治宫 是 其他的跟我走 是 有仁师 是 太子殿下大 他一个人来还是 太子殿下带到二百人 留在六十里以外 太子殿下一个人上山 让他进来 是 父皇 药 我拿来了 去 父皇 你 太子 杨文干是什么人 他是沁州的都督正在任上 他要盔甲干什么 应该是戒备草原十八步吧 这么说 你知道他要盔甲的事情 我是这么想的 你这么想了 就派人送你 他来要 所以我就 那 你把兵部置于何地了 兵部那里 我再去说 大胆 私用盔甲兵器 使同谋反 儿臣知罪 不过 臣确实 父皇 称我陛下 陛下 这是国之大事 陛下 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我有话要跟陛下说 说 秦王功高震主 夺夺必连 手下文臣武将实力雄厚 文臣以防玄陵杜如慧 最锋芒毕露 现在都说是防谋杜断 武将中又以御池敬德 最为跋扈 秦王说 秦王意在娶太子而待之 儿臣无一日不为此忧虑 所以才出此下策 请陛下明鉴 庆州吉地 杨文干饭啊 什么 来人 把太子拿下 陛下 陛下 拿下 父皇 你听我说 陛下 陛下 你听我说 陛下 你听我说呀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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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秦王 是 是 儿臣拜见父皇 二郎啊 来 来 父皇 杨文干犯了 杨文干犯了 犯了 这样 你去把杨文干给亲下 好 一个杨文干 派个将军去就是了 不 你可不能小瞧这个杨文干 他如果确实与太子有干系的话 别人是拿不下他的 什么 和太子有关 是啊 太子 已经让我拿下 这个事 恐怕相应太子的人不会少 你要好好地布置 那 太子 就是你了 我也不忍心 朱杀自己的骨肉 我将废太子为蜀王 这样 日后他再找你什么麻烦的话 你容易制服他 殿下 太子的卫队来了 你们 不可妄动 三十人以队分开 是 父皇 杨文干的事 我想不通啊 为什么 先拿着盔甲的事来说吧 盔甲是用来行军打仗的 但准备盔甲并不等于是 要造反的 胡说 盔甲兵器由兵部长官 私藏私运 是同谋逆 可是现在大战刚过 盔甲之事 并非如绿条规定的那样严格 比如陛下要到齐王府去查 一定也有不符合绿条的东西 我相信 秦王府也一定有帐外盔甲 可是这一次 杨文干是真的反叛 但是杨文干并没有拿到盔甲 杨文干的反叛 一定另有隐情 什么意思 如果父皇肯调查 一定可以水落石出的 但是押送盔甲的兵将 为什么上山告别 杨文干又是怎么得到了消息 于文盈到底跟杨文干说了什么 若是于文盈把有人告发的事情说了 那肯定会激起杨文干铤而走险的 这不会的 朕亲自交代过于文盈 但是他下山之前见过秦王 你怎么知道 这样你大哥毕竟还是脱不了干系 脱不了干系 大哥的责任在于管教不严 可与谋逆是没有关系的 大哥为什么要谋逆 大哥是太子又是皇储 这件事情很快就会真相大白了 怎么讲 只要等杨文干和于文颖一死 就清楚了 为什么 因为有人会杀他们两个灭口 好 四郎 我听说你现在跟大郎搅在一起 是 二哥平日骄横跋扈 从不把我和大哥放在眼里 我也就罢了 可是大哥 他贵为太子又是兄长 却要受他的欺负 父皇不能出来及时维护大哥 却总是纵容二哥 你说我们能不担心吗 现在连人后的大哥 都被迫做出这样的举动 父皇您想想 二哥已经把人逼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好了 以后不要让我再抓住 你们兄弟呀 我来说 现在又来说 我们是先来说 secondly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不想在这边 你不想在哪里 感谢观看